欢迎收看不务正夜 影片开始前记得先按下订阅哦 本片由flux赞助 我们从以前就很常分享雷射切割的作品 但大多数都是密集版的木头色 常给人一成不变的感觉 台湾的知名雷切厂牌flux 最近推出了一台新的雷射切割机 它们主打拥有三个可以互换的模组头 分别是二极体雷射 IR雷射跟彩色列印 二极体雷射主要是拿来切木头 IR雷射是可以做金属加工的 这个就解决了很多家用雷切机 是无法加工金属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试用这台 可以彩色列印又可以雷切的A-Door 原厂附了六个三角刀条 是拿来垫在加工材料下面的 这个刀条做的还蛮有质感 还有磁吸的设计 让它可以很好的固定在台面上 把板材放上去之后 就来安装雷射头吧 安装方式还蛮容易的 把雷射头靠上去之后 锁上螺丝就装好了 按下荧幕上的AF键 就能使用内键的自动对焦 雷射头就会自动升降到最适合的高度 它在盖子内侧有安装一个镜头 可以做即时预览的功能 在官方软体Beam Studio内 可以直接看到工作区域的画面 这样我在操作时就可以直接把 我要切割的图档拖拉到板材上 对位变得非常的方便 那其实它切割的功率在软体内都预设好了 只要选择你的板材种类与厚度 就可以直接切割了 这次使用了有表面涂层的板材 所以可以很轻松的把薰痕都擦拭干净 接下来要彩色列印了 所以就把雷射头卸下来 换上彩印的喷头 这边会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它一次只能安装一色的墨水夹 所以一般的彩色图案会需要分成 CMYK四个颜色来做四次的印刷 在软体内也需要把图案设定成 四个颜色的涂层 一色一色的做加工 黄色印完之后 我把墨水夹换成红色的 那其实一般喷墨印刷都比较容易发生堵墨的状况 所以裂印之前可以用酒精擦拭一下喷头 确定出墨都顺畅 再加工晒来 最後再把藍色跟黑色的輪流操作 就印刷完成了 它的印刷效果近看會有一些橫紋 接著我拿來跟家用印表機的印刷 比較一下顏色 那ADoor因為是印在木板上 所以看起來會有一點色差 但是橫紋與色差的狀況可以透過修改列印參數來改善 Flux他們後來幫忙重新印了右邊的這個樣品 它的印刷細節就改善了很多 機器上市後軟體上面也會做更新喔 建築金圖片 我建築金圖片 通常更新的巨大 公式可以進來讓它們完成 它們也要不要緊 成功能 進入 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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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要来切割机构零件 那这时候就发现了 因为板材下方的刀条 不是网状的 只有六根三角刀条来支撑 所以画面上的这片零件 在切割中就下线倾斜了 后续这片零件上面的细节 在切割的时候功率就会失准 零件切完之后就很快的组装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把它變成你自己的Otomita作品 影片發布後也會把切割檔案放在Design Market上面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喔 最後來總結一下 Edward最吸引人的就是可以彩色列印 那除了木材之外 還可以印在壓克力或是布料等等的其他材質上 第二個優點是它突破許多小型雷切機是無法加工金屬的限制 它的IR雷射頭可以在金屬上雕刻 那雖然雕刻的效果沒有到非常的細緻 而且我覺得加工速度偏慢 但是在一些金屬的紀念品上 雕簡單的文字或是圖案算是很夠用了 它目前的早鳥價大約是3萬上下 一機三個功能 我覺得CP值算是很高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